美国劳工部9月15日发布声明称,经过劳工部连续20个小时的谈判,美国铁路公司与代表10万多名工人的工会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 这项突破性进展似乎将避免出现可能给美国经济平添供应链紧张的劳动中断局面,平衡了工人、企业和国家经济的需求。 拜登政府对各方努力达成这项互利协议表示赞赏。 他表示,铁路系统是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铁路系统的中断将对全国各地的工业、旅客和家庭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拜登推文指出,铁路工人将获得更高的薪水、改善的工作条件以及医疗保健费用。 拜登总统14日在底特律车展上宣布,以批准第一批规模达9亿美元的资金,将在全美35州广设电动车充电站。 这笔9亿美元资金是基础建设法案中75亿美元电动车发展经费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还透过通膨削减法案取得600亿美元,为清洁能源及运输技术制造激励措施提供资金。 电动车充电站短缺仍然是美国电动车发展最大障碍之一。 拜登计划到2030年在全国建造50万座新电动车充电站。 规模75亿美元的电动车发展计划分为两部分。 为国家电动车基础设施计划投资50亿美元,以共各州政府沿着高速公路设置电动车充电站。 另将拨款25亿美元给地方政府,用以建造社区里和公路上的充电廊道,改善当地空气品质,并在农村和服务部族地带增设充电站。 为表达对联邦政府边境移民政策的强烈不满,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9月15日宣布, 两辆载有一百多名来自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巴拿马等国的无证移民的巴士, 已抵达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华盛顿海军天文台附近的官邸。 阿伯特发布声明表示,副总统声称我们的边境是安全的, 政府继续忽略和否认南部边境存在危机,已危及德州社区近两年了。 我们将移民送到他的后院,呼吁拜登政府做好本职工作并保护好边境安全。 据悉,截至上周,德州州长办公室将近8000名吴正克送往华盛顿特区, 2200多人送往纽约,300多人送往芝加哥。 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官员证实,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派出两架飞机, 于14日晚间将吴正克送往被认为是富人避暑圣地的麻州马沙葡萄园岛。 德桑提斯15日发表声明表示,佛州并不是庇护州, 吴正移民最好能够前往可以获得庇护的辖区。 此举让麻州地方官员措手不及,忙着安排对吴正移民提供人道援助。 网谈传奇人物罗杰·费德勒9月15日宣布, 在完成下周的赖佛碑赛事后,将结束自己24年的网球职业生涯。 有着费坝、费天王等各种亲切外号的费德勒, 是罕见的网谈长青术。 2018年以36岁的年纪仍连续保持数周的世界排名第一, 创下了最年长世界球王的记录。 如今41岁的费德勒是20次大满冠冠军, 打了超过1500场的比赛。 费德勒表示,在伦敦举行的拉沃尔杯将是网球生涯最后的ATP世界巡回赛。 在过去的岁月中,他经历过多次受伤和手术, 知道自己的身体能力和极限, 如今已是休息的时候。